最近網上有網民只去到屯門買藥膏 遇到前面有個男人搶購保濟縣 收持一大籃和職員點算之餘 職員身後還有另一籃 雖然保濟縣不是必需品 但他就批評那位男人大量搶購下 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想買的時候 可能就會被搶完 認為應該要限購 有網民就推測那位男人應該想走水貨 但有人就幫那個男人抱不平 認為香港人去日本藥妝店都是這樣掃貨